你教会要是敢伤了小颜 就是拼了这条命 也不会让它好过 现在认输了 再磕三个头 我可以让你毁下雷伤 笑 我会让你后悔得罪黄泉格的 竟然用尺座武器 是不过如此 是惹神而已 这不其实 竟然一些斗魂巅峰的枪手 还强不去斗 学武圣王臣 必须要治疗他的斗宗了 蠢斗宗吗 若是再纠缠下去 恐怕会暴露身份 还是速战速决的 你已经失去了 最后的后悔机会 但是医生的 代仇的 优判 移转的 上刀 必须要了 赢 不死 自己的 那是 新写 大 小颈 老色 把 ho 柳河 永神区 这家伙 竟是斗宗强者 小军 达到了斗宗层次 此次不简单啊 王臣这份 恐怕要输了 白昧结束 胜负未分 延至过早了 明何有神区 明何夺 斗宗 斗宗 斗宗有毒河 我要让你见识 王全阁真正的可梦 王全阑阻层 王全阁是地 我 是 是 是 一火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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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用的廢物 把他扶下去 在下已經完成約定了 啊 啊 啊 站住 我知道你是誰了 啊 啊 蕭妖妍 啊 是他 這傢伙居然是蕭妍 他瘋了不下 他竟然真的敢來 竟然是他 沒想到他膽子這麼大 根本未將我風雷閣放在眼裡 蕭妍 那個被風雷閣通緝的蕭妍 就是蕭妍 就是強領獲得風雷北 和三大長老故障的九天雷雲震 並且從廢天手中逃脫的那個 他竟然還敢來雷閃 這小子居然就是蕭妍 這下好玩兒了 有標準出去 交給我便是 他便是那個小顏 天啊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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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击击手之死 小狗狗狗 你没人吧 你尊者说真觉得小狗与风雷格有战争 也让我自己弄手 击斗尊协的实力 你小子的话连你一招也接不下来 这小子当年狡猾 几句话给逼得那尊者无法出手 好浓郁的风雷之力 这四方阁大会 倒是吸引了不少人 这些人势力都不容 没想到踩到这里 就遇到了风雷儿身边的两名长老 要是在这里被他们认出来 怕是无法再见到风尊者 快快快看 第五招 这招接下这招 就能参加比赛 可惜就差那么一点 不通过 能接下老夫五招者便可有此路去参赛 当然 若是前来捧场观赛的 请从左边十道登山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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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行目的只为寻风尊成 还是低调行事 尽量避免暴露身份 走走走走走走 下一位请上台 这位朋友 我看你已经达到参赛资格了 为何不来试试 这谁啊 不必了 我来此也只是寻人而已 对大会没有兴趣 这小子看起来平平无奇 竟以这个高手 这家伙也太嚣张了 此人有什么不对吗 不知道 我也只是在他踏入食道的时候 感觉我的火属性能量不度危险 多半是错觉吧 走走走走走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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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啊 ach 肥天 打破哭 毒 咸 個 负责 凤雷烈烈 一滴中中 凤雷烈烈 一滴中中 同行雷追射 他便是凤雷烈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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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忠者 这一次你倒是来得快啊 剑老头还是这副臭武器 看来你对当年的那场比试还是心存不满的 黄泉尊者 雷尊者 当年老夫只是息败于雷尊者 但比起某个在封尊者手中仅支撑了百余回合的人 却是强伤不少 这老家伙明明速度最快 却喜欢最后一个道 四名尊者都来了 臣可为群鹰汇聚 也不知这次大户生意怎么回事 他不是封尊者 若封尊者真是重情忠义之人 那将是助我解救老师的最大帮手 今天是四方阁圣会开幕之日 雷山圣地乃我封雷阁所在 本尊在此感谢诸位远道而来 为雷山捧场天光 大会即将开始 望诸位遵守规矩 不要行出阁之举 凤雷烈烈一令中州 凤雷烈烈一令中州 本届大会筛选而出的参赛者 共有五十三人 老规矩 众人竞技 不可对投降认输者再动手 认输者离场 剩下的生死不论 角逐四强 现在请参赛者入场 放开 你放开 你放开 站住 一役杏高 加油 我们的一役杏高 满波 传统两手 快 诶 风雷阁的人呢 风雷阁怎么没人来啊 就是风雷阁 是啊 既然人一到齐 大会比赛便正式开始吧 开打 开打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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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仗里人多势众 可敌人太甚 随便打 这样这么大一拳 你我都没有胜算的 我们联手吧 嗯 嗯 地面人数太多了 容易互乱出局 到时候 恐怕连逃跑都是问题 我们要奉清二世纪 这次的四方阁大会 必然是我们第一 那要问问我们万剑阁 同不同意了 哈哈 星云阁还没开口 可万剑阁算什么东西 打呀 不该打呀 打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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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员 打呀 哦 呀 这下螳螂捕蝉 我们去再靠 你们还没资格挡我的路 可恶 竟已完全看不透他的实力了 雷尊者亲自调教的弟子 果然不一般呐 风雷阁真是深藏不露啊 这届大会 应是风雷阁胜算最大 哈哈哈哈 风尊者过誉了 你那女弟子也不是凡族之辈 若是施展天伦血义之力 也是年轻一辈中的翘楚啊 王辰实力不及这几个 看来这次大会 黄军就又会垫底了 不愧是中车 如此年轻的斗黄桥城 只是四方可怕会 便吸引了如此之痛 铃银 凌亿 这家伙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几年不见 林烟竟然也达到了多黄层次 看来这些年 他也有所奇遇 他 这家伙的身法 似乎很奇妙吧 就是 是左摇右摆的 层了好像是鸭子 林烟这家伙 竟然还在起床 不对 他也在回去的里面 不 是个冲头 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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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怎么这样 怎么这样 你想干嘛 又死在这里了吗 你这家伙 来这种地方掺和什么 嘘 别出手 你怎么也来中州了 来者何人 还为何干扰大会 此人无视大会规则 对认输者继续下杀手 诸位不去找他 为何还来问我 一个依靠运气闯到这里的废物 杀了就杀了 用什么了不起 你 黄泉阁的人看来也就这般素质 你能留到现在 不过就是靠着偷袭这等苟且的手段而已 有何可嚣张的 这小子真实不知死我 敢得罪黄泉阁 这人 你是何人弟子 黄泉阁如何 还轮不到你个小辈来评论 连我都看不出他的实力 这小子又古怪 我这朋友事先说了认输 但对方仍想杀手 你是违背了不可对认输者动手的规矩 雷尊者尽快解决掉这些小麻烦 不要耽搁了大会进程 两位认为此事该如何 按照规矩办事 冲撞大会举办者 雷仗五十下 逐下雷山 作可不在他 赏罚不明 你这是想让雷尊者顶个不公的名堂 封尊者所言不错 不如各退一步 让此人带着他的朋友出场 大会继续举办 如何呀 既然你对我黄泉阁的行事有看法 那么本尊便给你一个机会 让你与王臣比上一场 你若胜了 便可带着你的朋友安然离去 如何 这老家伙 一点斗尊应有的气度都没有 这王臣实力很强 若是不敢应战 那就给家师磕三个头谢罪 再败我为师 此事便作罢 否则 你们走不掉 别冲动 放心 那远处来的人 绝不会低头 要站 便站吧 那家伙要是敢伤了硝烟 我就是拼了这条命 也不会让他好过 现在认输了 在磕三个头 我可以让你毁下雷神 哈哈哈哈 下来 我会让你后悔得罪黄泉阁的 真的很大 只能用尺子做武器 讓我们过如此 你只是惹神而已 这不其实 经历一些斗皇巅峰的强手 却还强不去躲 却不胜我这 于是把只脚踏入斗宗了 蠢斗宗吗 若是再纠缠下去 恐怕会暴露身份 还是速战速决的 你已经失去了 最后的后悔机会 十五元比武 有了 勇神区 这家伙竟是斗宗强者 小冰君达到了斗宗层次 此复不简单啊 王臣这份恐怕要输了 还没结束胜负未分 言之过早了 有何有神是 你有何夺 斗宗 斗宗有毒核 我要让你见识 皇权和真正的恶梦 皇权谢绝 皇权不是地 皇权是 皇权是 好 一火 走 你用的废物 把他扶下去 在下已经完成约定了 告辞 站住 我知道你是谁了 逍遥人 是他 这家伙居然是修衍 他疯了不下 他竟然真的敢来 竟然是他 没想到他胆子这么大 根本未将我封雷阁放在眼里 硝烟 那个被封雷阁通缉的硝烟 就是强度获得封雷被三大找老部下的九天雷鱼阵 并且从废天手中逃脱的那个 他竟还敢来雷山 这小子居然就是硝烟 这下好玩了 有没有冲出去 有没有冲出去 交给我便是 嗯 他便是那个小颜 怎么 雷阁组今日 又想对我出手呢 残忍 几个月不见 实力确实有所长进 难怪这么嚣张 再嚣张也比不过你封雷阁 除了干你老七小 以夺七手之所 弄我 你没人了 你尊者说真觉得小颗与封雷阁有阵子 你自己动手 是你斗尊皆别的实力 你小子我怕连你一招也见不下来 这小子当年狡猾 几句话也逼得那尊者无法出手 这是好 小子 你多年底下 你不想念 你会走 你很急 我会走 你嗯 你不想念 我看那没有 inic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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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未僧 怎么了 为阁主今日又想给我出手呢 怎么你 几个月不见 实力确实有所长进 难怪这么嚣张 再嚣张也比不过你封雷阁 初干你老七小 以多七少之许 可要致力 不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